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嘴哥干货的频道 今天给大家带来几款绝对值得你收藏的几款小工具的分享 我知道做这期视频播放量肯定不会太高 但是为了照顾到各种各样的观众和为了频道的多样性 我还是决定做这一期视频 好,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 第一款是一个窗口文本复制工具 我们都知道,像这样的弹窗我们是没办法复制的 尤其是我们遇到报错的弹窗 想去查一下,这个错误码都没办法复制下来 需要手动去敲,太麻烦了 但是有了这一个工具,这种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直接点击打开 这里可以自己设置,使用哪一些键位 这边我习惯使用Counter键和鼠标左键 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这一个窗口,我们上面的文字部分是没有办法复制的 目标类型,这一些也是没办法进行复制的 现在我直接点击Counter键加上鼠标左键 OK,看到没有,就可以直接进行复制了 是不是很方便? 上面同样也是一样的,就可以直接进行复制了 同时它自带了8个搜索引擎 我们可以选择任意一个 比如说选择百度就可以直接搜索我们刚刚复制的这一个文档 尤其是针对搜索一些错误码的时候特别的实用 好,这就是第一个小工具 第二个小工具,手写模拟器 我们直接点击打开 以前上学那会儿就特别害怕抄作业 经常被老师罚抄 这款小工具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它可以直接将Word或者TXT文档里面的文字 直接以手写的形式输出 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我把事先准备好的这一篇出诗表给大家演示一下 保存到这一个文件夹 这些参数都可以进行调整 如果你觉得不够清晰 就可以把这一些参数调整为原来的两倍 我就是这样调整的 导出之后非常的清晰 OK,这是预览的效果 我这里点击导出 导出之后我看一下效果 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效果 它还会自动帮我们分行 分段 当然这个行间距有些长 我们可以自己到这个参数里面进行调整 这里行间距、字间距都是可以进行调整的 包括这些字体都是可以进行调整的 背景也可以进行调整 我相信本频道还是会有正在上学的观众 如果胆子比较大的观众 可以把这个文字直接打印下来交给老师 如果老师发现了这是打印的 问题也不大 大不了挨一顿打 好了 这个小工具就介绍到这里 下面介绍第三个 这是一个便携工具箱 上面是Windows的快捷功能 比如说我们经常要添加或者删除一些程序 我们需要到设置里面 然后去找到对应的地方 然后去进行删除 有了这个便携工具箱 我们就不需要这么麻烦 我们一键就可以直接启用添加或删除 可以看到 这里就可以直接进行删除 当然还有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快捷键 我们只需要点一下就自动跳转到对应的这个功能 就相当的方便 省去了我们去查找的时间 下面还有一些实用的工具 这些工具都是我们平时可能会用到的 大家可以看这些名字 非常的实用 比如说经常我们需要用到OCR文字识别 图片压缩 GIF的录制 这些都非常实用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OCR文字识别 好这里启用 启用了之后 这里会有一个图标 双击就可以开始截图 比如说我们截取这个系统便携工具 这里 可以看到这个文字直接被截下来了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复制 然后可以进行粘贴 是不是相当方便 这样相当于任意创口的文字 你都可以进行截图 识别成文字 然后给复制下来 非常的方便 下面还给大家准备了两个 安卓手机使用的小工具类APP 给大家看一下截图 这是第一个 因为很简单 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打开之后就是这样的界面 上面显示了非常多的实用的小工具 甚至有一些稀奇古怪的 我都以为是扯淡的小工具 就像这种金属探测器 但是实际上居然是真实可用的 我试了一下 而且效果非常的好 靠近金属的时候 它真的会显示并且震动 还有像这种狗哨 据说是可以驱狗 发出一种类似于超声波之类的东西 听起来很刺耳很尖锐 甚至有一些声波段我们是听不到的 但是不知道对狗具体有没有用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 还有什么节拍器啊 调节器啊 这些对学音乐的朋友非常有用 当然还有一些我们平常会使用的一些 一些小工具 大家也可以使用一下 非常全面非常丰富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APP 最后给大家分享的这一个APP 扫描MV进行一个识别 就像这样 直接进行拍摄MV的画面 它就能识别到 这是哪一首歌曲 同样 短视频里面的音乐 我们也可以进行识别 只需要把短视频当中的链接 复制到这个地方 就可以进行识别 也是非常良心 非常好用的一款小工具 最后我会把这些小工具 放到视频下方的说明里面 供大家自行体验 同时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精彩视频了 我们下期再见